自密做安全的問題 先天後天都會有影響 先天主要是你個人膚色的深淺 這個是原本先天的決定 主要的原因一般民眾會在意的大概都是後天早晨的 那比較常見的原因只是一個過度的摩擦或是潮濕的環境 那可能跟個人的一些穿著習慣會有關係 像是你比較穿穿緊的牛仔褲啊 或者是你穿的絲襪褲啊 可能會摩擦然後悶熱這樣 那可能會容易造成暗沉的問題 那其次就是荷爾蒙的部分 最明顯的就是懷孕的婦女 那其實身上在乳暈啊 私密處啊 肚臍附近啊 子母腺那裡都會有一些色素加深的問題 那這個比較是暫時的問題啦 當然會在生產之後漸漸的改善 那也有的人會持續有一個暗沉的狀況 就是人種當然影響會非常大的 其實單純在亞洲人之間 大家的膚色也是會有一些落差 那有的人他的暗沉有時候甚至會超過一般皮膚的範圍 到達那個黏膜的部分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抱怨小陰唇大陰唇的部分 看起來好像顏色也比較深 不是那種粉嫩的黏膜顏色 而是一種過度摩擦的一種暗沉的顏色 這個其實也跟細行為的頻率什麼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像我們常用的一些像傳明酸啊 索旋維他命C啊 這些東西確實是有美白的效果 那但是也要看你私密處的暗沉的原因是什麼 比如說你原本的膚色就是比較黑的 那你想要靠擦美白產品來達到一個美白效果 可能就會比較困難 那有的人其實是因為過度摩擦 他其實還會有一些老廢餃子 對於即將皮膚看起來比較暗沉 可能就是還需要有一些去餃子的作用 單純用保養品可能會沒有辦法達到嚴重的期待 自己使用保養品或許有效 但是在不正常的使用情況下 有時候可能反而會造成一些問題 因為私密處的肌膚其實是比較脆弱的 那有時候你過度使用一些像酸類啊 甚至去餃子的東西 可能反而造成一些過敏啊 刺激啊或者是感染 那在發炎後造成的色素成績 可能會讓你的私密處暗沉 真的比原本更嚴重 第一個是禁膚雷射類 它就是比較偏向是色素型的雷射 它的目標就是擊退黑色素 當然禁膚有所謂的傳統的禁膚 現在比較流行的皮秒的禁膚 原理是差不多的 那第二種就是屬於企劃式的雷射 那企劃式的雷射 企劃式的雷射基本上 會有一個玻璃那個表皮的效果 它會達到一個取角質的效果 把那些比較暗沉 比較老廢的表皮代謝掉 熱能產生的細小傷口 也可以刺激真皮層的膠原蛋白 重新增生 所以讓那個地方的皮膚 會像新生的一樣 然後色素也會改善 那第三種大概是比較溫和的 像彩虫光 然後就是以前傳統的 大概是成為脈虫光 然後它是一個多波長的 它同時可以合併一些 淨白還有除毛的效果 這樣子 所以它們會把這個療程 複合在一起 氣化雷射的話 它就比較喜歡跟 我們俗稱的居井雷射 做一個結合 因為它同時 可以在陰道內 做到陰道緊實的效果 然後在黏膜的部分 跟外面 靠近私密處的皮膚 可以做一個美白的效果 如果你原本的膚色就是比較深 那不管哪一種雷射 它都只是暫時性的 那一般都是一到兩個月 會漸漸恢復到你原本的膚色 那如果說你本身的生活作息 沒有什麼改善 比如說你還是會有人穿很緊的牛仔褲 你還是會一直不斷的摩擦 那個私密處 玻璃的速度 或者是美白的速度 未必能夠感得上你 就是沉澱的速度 一般的話 大概是一到兩個月 這樣子 療程的數目 大概要看你用的療程是哪一種 氣化式玻璃式的這種雷射 它可能在一到兩次的療程 情況下就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改善 色素型的雷射 其實因為要等到一個 配色素代謝的時間過去 所以它會比較久 有時候可能會大概要六七次 這樣會比較明顯的改善 四密處的雷射 四密處的雷射其實都是一些低侵入性 然後非常快速恢復的療程 基本上大部分都會希望民眾在數前 先排除一些四密處感染的部分 這部分建議就是尋求專業的醫師 因為醫師在操作前會先幫你檢查 是不是有一些像強勁的念珠菌感染啊 或是其他的一些細菌感染 然後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建議 施打會因果的四密處的雷射 另外就是生理期懷孕的病人 也比較不適合使用這樣子的雷射來做保養 如果有正在出血啊 或者是子宮脫椎 惡性腫瘤這些部分 那也不建議做施打 術後的部分大部分都是會建議 可能性行為的部分 可能可以先暫停個兩三天 那如果有可能病像除毛 可能洗澡的水平也洗得太熱 不然的話會非常的刺癢痛 這樣子 那一般來講大概在三到七天之間 我們就會完全恢復到正常的狀態 我們就會完全恢復到正常的狀態 我們就會完全恢復到正常的狀態